哈喽 姐妹们 收到粉丝举报 哈喽 姐妹们 收到粉丝举报 这里有一家特别鼎的餐厅 据说一只皮皮虾 与我手臂还粗 而且去吃它还得坐游艇 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 吃饭 现在可算到了 这有钱人吃饭果然不一样 这么私密 真的太冷了 天呐 要是今天这顿饭不好吃了 我真的就气死了 走吧 那里是这边有余地吗 有 细成 这餐厅里面也太大了吧 这一大栋别墅都是他们的 这也太豪华了吧 吃完都可以在里面跑上一圈了 你好 今天是我们的菜单 您看一下 好的 谢谢 为什么没有福啊 下次一定要找个菜单有图的店 我就不看了 我们这边的皮皮虾特别大 有多大 跟小姐姐您的手臂差不多 这么大 是的 这么大 是的 这么大 真的 那我可以急着皮皮虾走吗 那今天你就帮我安排四根 然后剩下的菜品 你就根据我的气质 帮我安排一下 好的 再来喝个小果汁 这边是我们的狼酒醉蟹 哇 这个螃蟹真的也太好看了吧 哎 姐妹们 这倒上水还会冒烟 这烫不烫 你不太聪明的样子 哇 甜的 人是黄 这烫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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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 这也太大了吧 你好 那我呢 这边为你骗下鸭 不用骗 我直接这样吃 好家伙 这个爆起走了 哇 嗯 这也太酥了吧 哇 这个鸭肉 太紧实了吧 哇 这烫鸭真的是油爆爆的 这烫鸭真的是油爆爆的 吃水超级多 吃水超级多 这个烫不烫 又是残酷摄影师的一天 你们知道鸭的精髓是什么吗 这里吗 这里 哇 这一口咬下去绝对绝 摄影师吃 硬直一点 老板我怀疑你想换摄影师 你是头吃的我了 换吃屁股了吗 老板咱们就是说 不说是就不会是 疯狂掩盖味道中 哇 这味道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鸭屁股是真的酥 进入了绳子模式 怀疑人生 那这鸭子真的太恐怖了 这边是我们的那个黑松露鲍鱼红烧肉 好的谢谢 先尝一下 好嫩好好吃啊 这鲍鱼果然不一般真好吃 哇 这一坨 很突然呢 好 好 好 谢谢啊 这包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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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確定是这个吗 是的不好意思 好 终于见到他了 赶到朋友照 小笼包 我 这包吐了呀你们 好 这鲍鱼包也太好吃了 多花了钱 笼子上的也不能放过 哇 哇 这个也太香了吧 天呐 这皮皮虾也太大了吧 老板你不用快点 不用 我已经有铁砂掌头了 哇塞 这个是虾黄 这个虾黄吃着也太爽了 里面的肉也特别多 扎到嘴了 好痛啊 今天这顿饭吃的也太难了 他这个真的特别厉害 倒点了 该饭了宝贝吗 爱热巴蒂了刺狗 和辣椒搭配在一起 真的是举举子了 一点都不放过 一点都不能放过 嗯 爽 哇 今天也认识了打饱个的一天 这两个腌一腌 拿回家当宵夜 你好小哥哥 帮我打包一下这个吧 好谢谢啊 辣椒也要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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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